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明星、科技和健康领域的最新动态 首先,人气女星杨幂在西班牙的旅行中分享了她的俏皮可爱瞬间 似乎在为女儿小糯米挑选礼物,让人感受到她的母爱 接着,科技方面,我们带来了iPhone16的拆解报告 揭示了其内部电池的有趣秘密 让人对这款新手机的设计有了更深的了解 最后,关于健康,最新研究指出 开窗通风能显著减少老年人的抑郁症状 这一发现为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了新的思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报道,杨幂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她在西班牙旅行的快乐瞬间 展现出俏皮可爱的少女气息 视频中,她身穿时尚 黑色贝雷帽更显活力 享受美食时的可爱反应引发了工作人员的调侃 杨幂在街头闲逛,毫不掩饰对视频店的兴奋 频频展示各种可爱的小玩具 似乎是为女儿小糯米精心挑选的礼物 展现出她作为母亲的温暖一面 尽管已是母亲,她依旧保持着青春活力 令人期待她未来的精彩表现 网易的报道中 iPhone 16 Pro和Pro Max的拆解过程 揭示了其内部构造的变化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拆解方式从背板开始 避免了高昂的屏幕维修成本 尽管新款手机在外观上与前代没有太大差异 但内部的金属外壳电池设计引发了广泛讨论 尤其是为何高端的Pro Max反而未采用同样的材料 拆解过程中还发现了信号接收和镜头模组的改进 显示出苹果在手机信号和拍摄性能上的持续努力 尽管用户对于信号问题依然抱怨不已 腾讯的另一篇研究报道指出 膀胱癌的治疗中骨光肝胎的代谢动态变化 可能成为预测化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 研究显示高GSH水平的患者对化疗反应较差 而低GSH水平的患者则反应较好 这一发现为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了依据 研究团队希望通过深入探讨GSH代谢机制 开发新型治疗方法来提高膀胱癌的化疗效果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膀胱癌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也可能对其他癌症的治疗产生积极影响 腾讯 柯一敏在2024年9月7日的朋友圈中 发布了他最新演唱会的海报 主题为 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 将于9月21日在长春举行 这场演唱会是他12年来的第二场 首次是在重庆大剧院举办 尽管起初遭到嘲讽和冷落 但最终票无授庆 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 演唱会现场 柯一敏的表现引发了观众的热情回应 尽管他因年龄和健康问题 在演唱上有所保留 但仍然展现出强大的舞台魅力 和对音乐的热爱 他在演唱《美丽》和《河流》等经典作品时 观众的欢呼声不断 柯一敏不断请求观众给予掌声 似乎比以往更渴望这种支持和认可 腾讯一项由深圳市康宁医院的研究揭示 开窗通风与老年人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研究显示 每周开窗通风超过五次的老年人 抑郁症状发生率降低33% 研究团队分析了7887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据 发现开窗通风频率与抑郁症状成负相关 尤其在春秋冬季效果明显 这项研究为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了新的视角 强调了室内空气质量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未来可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室内污染物 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腾讯中南大学的研究发现 情绪困扰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ICI治疗的效果有显著影响 研究纳入227例患者 结果显示情绪困扰的患者 无尽展生存期明显短于无情绪困扰的患者 并且情绪困扰与较低的客观缓解率 和总生存率相关 研究还发现情绪困扰与生活质量下降有关 提示情绪状态可能影响患者的免疫反应和治疗效果 这项研究为理解情绪困扰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 提供了新视角 未来可探索不同癌症患者中的情绪困扰影响及干预措施 腾讯报道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近期在CELL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 揭示了二甲双刮在猕猴中的抗衰老效果 自1957年用于糖尿病治疗以来 二甲双刮被发现具有延缓衰老的潜力 研究对象为13至16岁的成年雄性猕猴 经过40个月的二甲双刮治疗 结果显示该药物显著减缓了猕猴的衰老进程 尤其在大脑中的效果最为显著 认知功能提升约6年 研究还发现 二甲双刮能够降低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因子表达 增强细胞抗氧化能力 且在整个治疗期间未出现明显副作用 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 这项研究为未来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建议进一步探索其在其他物种中的效果 在诺贝尔奖即将公布之际 腾讯的另一篇报道聚焦于两位科学家戴维克莱纳曼 和尚卡尔巴拉苏布拉玛尼安 他们因发明了编合成编测序SBS技术 而成为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 20年前 基因测序的成本高达10亿美元 而如今已降至几千元 极大的推动了基因检测的普及 SBS技术的诞生使得实验室 能够处理数十一个不同的DNA序列 广泛应用于基因疾病鉴定 产前无疮检测和癌症研究等领域 两位科学家的贡献 不仅让基因检测更经济可行 也为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 网易的报道指出 人工智能正从技术起点迈向经济起点 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 随着生成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AI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展 尤其是在自然语言处理和视频生成等方面 带来了颠覆性的创新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迅速 预计到2030年核心产业规模 将达到1万亿元 推动数字经济的增长 同时面临国际竞争和技术阻碍 中国需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推进数字技术标准国际化 构建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以实现经济的变道超车 中国青年报报道 科学家们通过对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 3500多年前的古老奶酪 进行系统性古微生物基因组研究 揭开了这一历史悠久的发酵食品的秘密 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多个单位合作完成 首次提取出高质量的开非尔乳酸菌基因组 发现其形成了与欧洲菌株不同的分支 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开非尔乳酸菌独特的 东亚内陆传播路线 还反映了古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技术文化的交流 这项研究为了解发酵食品的历史 和微生物的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显示出新疆古人群与欧亚草原人群的密切联系 腾讯新闻则聚焦于全红禅 这位年轻的跳水明星因其脏花汉服造型 而引发了广东和福建泉州的热议 全红禅在回到家乡湛江过节时 和家人一起拍摄了这一汉服造型 令他的社交媒体瞬间吸引了大量关注 广东媒体称全红禅的形象 再次为广东带来了关注 而全州则自豪地宣称全红禅是他们的代言人 这种地域间的争抢 不仅展示了全红禅的影响力 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复兴 网易新闻强调了科技创新 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频频传来 从航天事业到基础研究 科技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 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持续上升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成为世界研发实验室的重要一员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国坚持开放合作的理念 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 推动全球发展 未来中国将继续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朝着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迈进 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 人民日报 在秋天的画作中 山水如湿 情感如画 古人用笔描绘出一幅福 秋日圣经 传承至今 北宋画家郭熙的四儒说道出了四季的不同韵味 尤其是秋山的明镜与庄点 辽宁省博物馆的秋景作品 如南宋马河之的月色秋生图 描绘了秋风中的宁镜与闲视 刘松年的秋窗独一图 则展现了秋日的思考与自然的和谐 萧照的秋山红树图 则以浓烈的秋意与苍镜的笔触 描绘了深秋的景致 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的结晶 更是古人对秋天情感的传达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人民日报 农民化作为一种现代民间艺术 生动地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变迁 与丰收的喜悦 尤其在秋季 农民化更是充满了庆祝的气氛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各地的农民化作品 如《翘金丘》和《二十四节气宁波片》 描绘了不同地区的秋收场景 表现了农民的劳动与生活 无论是青海的牧区 浙江的水乡 还是陕西的央阁庆丰收 农民化都通过丰富的色彩与生动的场景 展现了对生活的热爱 与对丰收的赞美 如今 农民化创作不仅限于农民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也参与其中 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风格 成为反映乡村振兴 与现代生活的重要窗口 米框投资 2024年国庆假期 楼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度 打破了过去几年的沉寂 随着新政策的实施 北京 上海等城市的楼盘销售火爆 客户到仿量显著增加 开发商们纷纷推出促销活动 数据显示 国庆期间新房的认购量 和看房人数大幅上升 甚至出现了排队看房的盛况 尽管市场热度回升 但业内人士仍对未来持谨慎态度 认为楼市的真正拐点尚待观察 尤其是二线城市的房价 依然面临压力 降价房源数量激增 显示出市场的复杂性 总体来看 房地产市场正经历一轮调整 买房者应关注核心城市的机会 以应对未来的市场变化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